我爱不容爱 难非你才 不求爱就这么简单 人和天天天空下 人和天天天空下 人和天天空下 人和天天空下 趁着颜色真不顾 和其身的保密住 我想跟你请个假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感冒 要不要紧 要不要帮你请个待会 不用 回去睡一觉就好了 也好 那就回去早点休息 喂 什么 你等一下 鸡经理接话 喂 喂 说什么呢 去你妈的 一个常客 喝醉了把人发酒疯 我来想一想 这到底为什么 黄老板 黄老板 你回来了 哎呀 我没有 你没有我们跳舞 跳舞 跳舞 没有 哎 黄老板 你别回来我喝东西 哎 眼往不动手动人 这儿想费钱 嘿嘿嘿 真心 黄老板 你不想跳舞 我们去喝酒呢 哎呀 喝酒好啊 喝酒好啊 那你今晚要以酒放休 好 以嘴放休 放休 露汤 酒 快点 来 酒 来 来 你好 昨天你见过李立生吗 李立生啊 来到来过了 不过 早就离开了 门门 你这么住住哪了 他去哪了 她当然是去莫莉的住处了 谢谢啊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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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大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莫莉 西朗 我死了 喂 是我 赶紧来黎兔公寓 莫莉被人杀了 大夫 叔叔 那公寓 别走 还不错 还不错 美职 不错 又勇着 尽量 尽量 胸口的刀伤很深 就这一刀让他治了命 刚才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从事班的特征来看 死者的死亡时间 居现在应该不足两个小时 不足两个小时 现在刚过了 晚上十二天 也就是莫里死亡的时间 应该是晚上十点左右 现场一片浪漆 有大多过的痕迹 尸体的旁边 有一个血远的蟹印 是男人的尺寸 窗台这儿 有半个血蟹印 可是在现场 并没有长得胸蟹 朱雀银楼 珠宝和雷的珠宝都不见了 此外 橱柜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梳妆踩上所有的珠宝都失窃了 死者的女仆也不知去向 第一个发现死人的是谁 武厅的经理 金磊和一名医生 是你们两个当案的吗 是是是 说说怎么回事吧 茉莉小姐这两天偶感风寒 一直在咳嗽 到了晚上实在是支持不住了 就向我告假 我当机就让她赶紧回家 还嘱咐她要好好休息 她走了之后 我想来想去的不放心 不瞒您说 茉莉小姐可是我们舞厅的台柱子 她要是真病个三天五天的 对我们舞厅能有很大的影响 我就连夜去请了大夫 想一起来看看茉莉小姐 谁称相 您准 茉莉离开舞厅室什么时候 她向我告假的时候 我看了表是九点整 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 这 这个 大概十一点左右 到时候我们被注意砍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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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哥 茉莉在舞厅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你想想 她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长官 做舞女这样 最怕的就是得罪人哪 到舞厅里来 那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 高的矮的胖的 胖的瘦的老的少的 那到了舞厅 那就是我们的客人 是我们的客人 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而且现在这个社会 谁有什么根基 谁有什么背景 我们都不知道的 莫莉小姐在这方面 那真是深暗此道 她为人处事 那是八面玲珑 滴水不漏 要说我在舞厅里面 小姐最不会得罪人的 那就是莫莉小姐了 两位长官 您看这个 这个时间 我们两个是不是可以 先走啊 行吧 你们走吧 行 那我们就先走了 来 等等 二号柜的商事怎么回事 哦 猫抓的 这个破猫 回去我就扔了它 走吧 好 猫抓的 好 你 好 来